將會影 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電禮 四月十三日 肥嶼台陸中獻影 全城熱賣 The Power of Love 包括Eric Clapton Change the World 勇者嘉林美三項大獎 十七十九人心願演演情報 包括Ross Stewart And I told you lately Michael Bolton How am I supposed to live without you? Bat Midler From a distance Marine Carey Without you Sundion Power of Love 絕對可能是本年度的冠冠大碟 華納唱片榮譽發行 傳動感六十四邊遊戲這麼好 當然是玩多一次 這次看你去哪 發射追擊好會 中招啦 Gamer 玩了這麼久 先看圖VCD 嘩 他大眼睛督恐龍 射啦 射 射 射牌 不如看超任博士V64 嘩 簡直精彩刺激 超任博士V64 艾力進入影視遊戲新天地 阿仔 男人有口氣 沒有女生喜歡的 所以要飯後和煤餐之間 超六戰 全白分白天然薄河 令你口氣精神自然 記得超六戰 我第一次考牌做Pass 真的要多謝香港駕駛學院 他們的導師非常專業 又有耐心 而且排氣快俠 教內高 除了校內訓練 還有校外露面實習 都正式考試的時候定過為有 Yeah 香港駕駛學院多謝你 現在來學車還有六個月免式分期 一個電話馬上搞定 勇於創新領導潮流 九七反通脹大行動 唱的大聲唱 八指八十八歲都一玩 撻運 九七反通脹大行動 嘩 其實現在外面的價格是多少 啊 怎麼知道呢 人家成了多少 我也不知道 嘩 這麼大單交易 買平了 好不值 都沒辦法 你可真是買個月屋 這麼簡單嗎 現在賣樓 只要有交易 貨品都總會有一個市場價益 中原網頁 運用最新資訊科技 將所有樓宇的成交紀錄上網 樓格手勢一目了然 讓你盡騙市場 只要你肯接受 他一樣可以再成為老手 無線公司 肥女最財 好 又到了星期一晚的城市 追擊時間了 這麼快 幾天的富製假期也過了 上班的朋友明天來照上上班 是呀 自宿自生 今天已經是復活節的假期 最後一天了 而今天也有一塊 曾經帶給人很多歡樂 和回憶的地方 要跟大家說再見了 是啊 真的很不捨得 那我們現在呢 趁著這麼有價值的時刻 一起帶大家去懷面一下 這一塊很好玩的地方 聽說 很多人小時候已經去過那裡玩了 不捨得 還不捨得 就完了 因為我小時候很喜歡來 不捨得走 會不會 對啊 回家 還有今天呢 就覺得好像很掩飾 好不捨得 好不捨得 來 來 沒有明天的麗園 有四十八年歷史的麗園遊樂場 在今晚十二點之後 就會正式結束 和大家說拜拜 自從麗園宣佈結束之後 不管太陽有多猛 又或者是否風雨交加 一樣都吸引這麼多的捧場 好似在上個星期五 下這麼大雨 都沒有打燒他們去麗園的念頭 就算單住而已 想到全身濕透 都要去麗園玩一玩 你是不是登來這裡玩 是啊 和女朋友一起來 那這幾天呢 會不會趁她結束 都來幾天 會的 明天會再來 因為今天玩不完 那麼多人排隊 因為下雨玩不完 是啊 還有幾天 麗園就正式關門大吉 在門口擺檔的小販 和麗園一樣都要收拾 不過 他們不是收拾 而是收拾錢 因為每天 都有數以千計的捧場客 來麗園 人多了 生意就自然好很多了 生意呀 好一點 好多一二百元 這幾天譬如說 如果不下雨 會不會多些人來這裡 那就多很多 多多少 直接多 全倍都不止 離開正式結束的時間越短 離麗園的最後本場客就越多 昨天 在麗園周圍 都是人頭湧湧 排隊入場的人龍 要排到去麗園對面的巴士站 沿途還有警察 拿著大聲弓來維持秩序 在麗園裡面 情況一樣都是這麼虛狠 到處都是人人排隊 有些遊戲 起碼要排成半個小時以上 才有得玩 有些連龍尾都看不到 好啊 辛苦啊 這麼多人 要排隊啊 不辛苦 不辛苦啊 累不累啊 那現在 不累 不累值得 值得啊 值得啊 對於這班熱城的董場客來說 更加值得的就是一家大小拍照留念 林別秋波 當然是不少得 拿著相機 手提攝錄機 來拍麗園的面貌做紀念 其中最搶手的半景 當然就是麗園極具代表性的機動遊戲 旋轉木馬了 麗園在最頂盛的時候 全場一共有三十多種不同的機動遊戲 最受大人小孩子歡迎的 當然是旋轉木馬和叮當雪 令你最深刻的 在麗園 最深刻 劇馬仔 為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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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惡啊 爹爹媽媽第一次帶來是劇馬仔 不是很開心 馬仔 為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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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啊 另外的就是 這麼多年都這麼受歡迎的 訂香口膠 據優德根先生說 這個攤位 是麗園最賺錢的一個攤位 以前幾千的 五毛錢而已 你每次是否來都會訂香口膠 是呀 每次都訂香口膠 每次種多少個 每次都種的 種多少 種很多香口膠都是吃的 今天之後 麗園和宋城都會被清拆 改為興建樓宇 清拆在職 感受最深刻的 莫過於是這裡的員工 是非常可惜 我覺得 因為呀 以前的樂場呢 只是最後一間在這裡收拾 三十年前的麗園 這個地方是怎樣的呢 三十年前 有改變得好多 不同的 初期又沒有更美 現在 一路一路改進 有些中手過 又改 我改進得好好的 幾十年來 麗園不斷改變 希望可以有新的面貌 吸引入場 可惜經過當時的改革 最後都追於 同一個結束的命運 不過自從宋寶在三月底結束之後 每天都有不少個董場下 來麗園玩 連近年已經少了人去玩的麗園 再次出現人聲鼓勵的情況 第一點 連邱達偉先生 都顧不到這樣的情況出現 比我們 預計超出了估計的人數 因為 現在去到有兩三萬人 平時來說 我們一兩萬人已經 麗園好低容 所以 已經過了我們 所有能力上可以 安排到的人數 我想 短短幾個小時 已經吸引了接近二萬人去參觀 這些都是麗園近年少見的場面 但是今天之後 要將自己經營四十八年的遊樂場 關閉 過足的感受 之後 優德金先生就最清楚了 他都有語氣方面 提出來說 很不捨得 對麗園的感情 我自己本身都很強 如果在他來說 更加強烈 一手一腳 在當時一路搞起上來 去表達得到 即是比較無奈少少 這個歷史這麼悠久的遊樂場 到了幾天 終於要結束了 那心裏面就很不捨得了 那以後呢 想扔一下香口膠的玩意 不知道去哪裏扔 你都流行的 是呀 那其實呢 我覺得 最不捨得的 就是見到有這麼多人 今天才去排隊 不是有這麼多日子之前 都要去排隊 但是我又想玩 但是又 趕不出了 說一次 12點啊 你已經趕了 10點才拉閘 你又想去趕遊樂場 有些人趕著去排隊結婚 為何這麼 這麼心急啊 那七回歸 因為皇冠不如去遊票 就個個都想買啦 不知道有沒有人覺得呢 拿著一張 因有殖民地 揮好的結婚證書 那才叫出位呢 由於回歸日 同六月三十日 都暫停婚姻註冊 所以 六月二十九 就成為殖民地政府 最後一個結婚註冊人 要選六月二十九 又結婚的 就更加要在三個月前登記 也就是在今個福會之家旗 就要單單仔排隊啦 在上星期四開始 沙鐵、尖沙咀 和金鐘預察署 已經出現排隊熱潮 捱姦底下 難道希望拿回一張 絕版港府徽章的定名書 就對回歸夫婦 其實為甚麼一定要選 六月二十九號結婚呢 這麼巧扎中的 那天又連續幾天假期 她不用請假 又有九七錢 九七錢有些片不特別 那香港最後最後的夫婦 然後就是中國夫婦 那天特別點 還有那張證書是最後發揮的 就好像遊票那樣 我想有紀念價值多些 你去買嗎 那又不會被人看 直展些 那些 現時舊式的婚姻證書上面 有殖民地政府廢號 所以在九七年七月一號 就會停止使用 博羅一張廢號證書 就要在回歸前預查 雖然在假期後的明天才正式登記 不過在沙田註冊處這裏 上星期已經十對八對準身人在手後 要作五日四夜馬拉松式的排隊 裝備自然要充足 凳仔 睡袋和蚊香都是標準裝備 不過時間漏漏暢 看完一張婚姻雜誌 都還有時間做 四日五夜那些怎麼過 沒有啊 買些公仔書雜誌打發時間 跟隔壁聊天 因為女友方面 就像現在未來老婆 輪流 沒有啊 暫時來說 都是我自己一個 就是她要上班 就算是晚上女生 都不應該在街上過夜 不過有些朋友 就喜歡拍拖拖來等 還有人以八位子來表生意 畫個心心就永結同心 可惜都不夠絕食等結婚 這麼有誠意 其實六月二十九號 只有三間婚姻註冊處辦公 每間亦只可處理四十六對新人 到今天沙田排隊的人數 已經爆了棚了 那就要恭喜排第四十六對的新人 原來就是Angel和Benny 剛剛講得及入圍 不過排第四十七號 這一對就無緣做回歸新人 Sorry 比較起來 今中就沒有那麼多人氣了 暫時見寫了名字的八位子 但是就不見很多人在等 喂 不怕被人試了張子嗎 我們好在呢 從前後都熟 那變成了 我們幾批人倫樓牌 就是分開時間 我們一批排幾點至幾點 第二批排幾點至幾點 第二批排幾點至幾點 有了這個間數 是啊 今天到我們了 是啊 那就是你幫其他人看完 是啊是啊 嗯 想不到登記結婚都有排隊檔 他們不單止編了間 還寫下其他情侶的資料 被人撕了八位子 都可以立即補償 用心良苦 除了想拿一張殖民地證書之外 原來六月二十九日 都是識而假取的 回歸前兩天真是量神吉日 祝一對對新人 永遠甜甜蜜蜜 原來現在的褲子有殖民地色彩 標誌和徽號這麼有價值 超貴的 對 志叔你好了 你這麼早結婚我趕不及了 你趕不及了 你趕不及了 遲了啦 昨晚你排隊還趕不及了 是啊 沒人跟我見 沒關係啦 沒有了這個王冠輝 不是拿紫荊花徽號一樣 是啊 都沒什麼所謂 轉頭回來 會有更多萬鳥追擊的 千萬不要走開了 憑著一眉羽甲見證 沙田五十年路充著告 孔著開屏 情景仍然而立至今 待會回來 沙田羽甲大王細數當年情 西班牙性家族大教堂 起初百幾年都未好 是天意還是人為呢 馬德里的王宋地 夜遊升地 西班牙人真面目盡難無畏 星神旅遊奇趣奮紛西班牙 星期二晚十點九 沙龍職業網球公開賽九七 網彈鐵漢雲集 西奪樹榮 世界首席球手 森柏師 及張德培 威頭三燈寶座 勢必燃起刺激戰火 沙龍職業網球公開賽九七 門票在城市電腦售票網發售 和可夢的火車頭啊 什麼你都選 滿滿備足料 大份又滿分的 和可粉火車頭啊 啊 彈口油煙韌的 越南湯河粉 難怪我對你們都一見鍾情了 和可粉 滿滿大份 人人平等啊 嗯 嗯 嗯 美劍牌嬰兒用品 這麼高級 夠齊全 用Pigeon 寶寶可心 媽咪放心 什麼這麼煩啊 白頭髮 你又煩 查了些什麼啊 學我啦 所以美圓發財 逐漸變黑又行 立即變黑了也行 沒錯 美圓發財 沒得嘆 懂得世意品味 懂得晶賢鑑賞 和懂得慶明享樂 就自然欣賞牙居樂 牙居樂花園 自從推出第七期 雅湖居別墅單位 反應非常熱烈 現在順重要求 加推全新精緻別墅單位 他留高兩層三行兩大廳 獨立私家花園和車位 一千六百八十七呎 只售一百零五萬幾起 更有高層之型 和多層T型給你選擇 快點來起來 登酒店的展銷會 中原代理 譚小環 選擇自主 選擇美愛 選擇從這一刻開始 譚小環首張EP自主 隨意附送VCD 現意上市 B1G選擇與你開始 冰藍李斯德林 帶給你冰涼感受 有效消除引致口氣 和牙膏的細菌 你只是擦牙更加有效 令你口氣清新更有信心 全港銷量第一的李斯德林 和冰藍李斯德林 一樣這麼有效 為己為人 可應光顧舞台小販 這樣才可以保持環境清潔和道路暢順 全球猛料接身追擊 古埃及流傳著一種據說擁有神秘力量的占卜工具 塔羅牌 傳說它不單止可以預知未來 更加可以控制人的思想 有些人把這個牌當朋友一樣 好像有生命一樣 每次跟他講講話等等 幾千年頭的今天 塔羅牌瘋魔台灣 甚至有女學生為她跳樓自殺 只是大家在懷中的女學生是玩這個才死掉的 她是自殺的 我們遠赴台灣為你揭開這個死亡牌局的真面目 塔羅牌殺人事件 丈夫雙手雙殘 妻子只得左手 但他們兩個人一條心面對眾人歧視眼光 共同生活 人生路上 他們互相鼓勵自力更生 丈夫成為一位書法家 妻子成為專業人士 面對困阻 他們互相扶持 兩夫婦共用一隻手 合力擔起一頭家 照顧下一代 一對雙殘夫婦永不然的例子故事 城市追擊 遠赴上海直擊步道 一對夫妻一隻手 她坦空怒備自困卑弓 挑戰雅興過半鐘 北京冰雪旗 南電視 展示內功與寒的精彩音樂 城市追擊 本星期強陣出擊 好,繼續回到第二隻的城市追擊 阿樂,拍檔 你可能覺得近年來 好像香港被一個很濃厚的懷舊熱潮包圍著 很多懷舊事物都很受到年輕人的歡迎 對,例如一些懷舊玩具 在二十多年前興過鬆高鞋 還有到今天結業的大縣 都很吸引市民 可以說變成一種熱潮 好,我信應潮流 帶你去看五十年歷史一間酒店 你不只看好像不太夠配合 是呀,秘製雨鴿有源臨景色 夠了懷舊特色 幾十年前,沙田只不過是鄉村地方 發展到今天 已經成為很有規劃的新市鎮 滄海桑田 能夠見證沙田這幾十年的變遷 莫過於我身後變一間酒店 以及慈名的沙田雨鴿 雨鴿大和 這幾十年來,沙田的變化非常之大 以前的城門下半已經被屋邨商場所代替了 第一沒有變的 是火車路靠山的一邊建築物 當中就包括見證沙田五十年的這間酒店 世代相傳轉眼間已經是第三代 鍾小姐,這個是鳥魚巴香 我小時候來過這裡吃東西 其實你們的保號有多久歷史呢? 四十多五十年左右 那你是第幾代經營這裡? 我…就我爹地經營的 我就幫他忙的 我爹地那裡是第二代 最初那時候是否都是經營飲食? 最初都是租房這樣 這裡最初是經營酒店業務的 由於環境車勾 吸引不少的市區人士專程進來幫襯 據問,雨片時代的以故影帝張英先生 也都經常喜歡進來暖住的一天 雖然現在酒店的房間已經再不出租 但看見間價擺設都非常有六十年代的懷舊氣氛 但為何會突然不再做酒店生意呢? 而且發生了一些不太好的事件 有人在這裡自殺 我覺得很麻煩地做 發生客人自殺之後 酒店就沒有再出租房間了 但生意反而有增無減 原因就是地方大 他們把酒店空地做了很多動物園來吸引顧客 最初為何會有這樣的構思呢? 我以為很喜歡養這些雀鳥 而且很久以前養過那些猴子 後來他們走出來 怕他們會咬到人客 所以後來沒有養 客人來到會否特別喜歡走過來看 我多數走到那條路 都是停在那裡看一會兒才上去吃東西 除了看孔雀開屏還有花展題 幾十年來他們都有專人種的盆栽 給客人欣賞 六千羽鴿一日清 剛開了那個獅子山隧道那時候 剛開了那個獅子山隧道那時候 剛到股票股票很高的時候 1700點那時候 那些人很喜歡進來自己教 因為那時候對面那裏 適合田海 所有沙田區的食肆收了 只剩下我們一間半間 那時候是否比較旺 那時候 為什麼這個乳鴿零食不同呢 據說一般食肆的要求是乳鴿夠香脆 但這道要求是肉質夠入味 所以選鴿很重要的 每天由鴿場運來的乳鴿 平均是大約600隻左右 乳鴿運來之後 即時就要湯了 因為多留一天就會少兩兩肉 因為鴿一離開鴿場 無論怎樣都沒有鴿場那麼好吃好煮 必須盡快湯了它 所以保證新鮮 原來這間以乳鴿掛名的酒店 轉眼街已經有超過半世紀的歷史了 是啊 沙田可以說是本港最早發展的紳士 甚至很多原本在區內的建設 早已是連目全非 是啊 我聽一些大年紀的人說 年紀少 是啊 我還不知道 那時候很多人拍拖去沙田 去完杜鋒山 這個望潘石 就必定要吃乳鴿才叫大鴿巾 是啊 那歌仔也是一場 燒雞一營 我自小喜歡吃 說到燒乳鴿就好過吃燕姐 哇 真厲害 真的 乳鴿吃法逐個嫂 乳鴿好吃 大家都知道 冠哥 其實乳鴿有幾種製法 我們說我們的乳鴿製法 是千變萬化的 但是最主要都是 不離十八款 燒 焗 炒 甲鬆 又或者是 羊 都很多人做 但是標準來說 都是燒 和豉油黃 最多人吃 羊哥說這裡的鴿 無論是什麼吃法都這麼出名 原因是煮鴿之前 他們會用一種避傳的方法制鴿 有人說吃乳鴿沙田是最出名的 為什麼沙田的乳鴿這麼好吃 原來全靠這一鍋 三十多年 烹調過無數乳鴿的滷水汁 而這一袋呢 就是秘製的百寶調味袋 這包調味百寶袋 材料包括有 花椒、八角、桂皮、沙薑、甘草 和麥芽糖 普通東西而已 說明秘傳 當然有些秘密的材料不能說 還有 你不要笑這包百寶袋 年紀大過我和你的 這條秘方的始創人 也只是鍾小姐的阿嬤 她試過很多次才成功 而且這個袋還是不會換的 只要定期加入一些新的滷水汁 你和滷水每天都煮這麼多隻乳鴿 這麼多年加加起來 都煮過幾百萬隻乳鴿 特製滷水加起來的甲的精華 難怪令聲不同 魚鴿 魚鴿煮熟之後 吃法就要按照客人的口味 一般最受歡迎的就是豉油黃魚鴿 是否看見到鬧水呢 想香口一點可以試試紅燒乳鴿 困過他們最高紀錄是一天賣出六千隻乳鴿 你說厲害不厲害呢 來到沙田當然不只吃乳鴿 山水豆腐一樣這麼出名的 尤其是椒鹽豆腐 皮脆肉嫩 做法就好考功夫了 迷你盤菜都好日式的 不要以為迷你就好西 其實材料一樣這麼多 叫上乳鴿豆腐 六個人都未必吃得完 其實這裡最難得的是這麼多年來 都用特別轉變 雖然經常有財團想收購這裡 但是眾士一家都希望繼續 一代傳一代 而且這裡已經成為沙田的名勝之一 希望他們能夠繼續保持 這麼有特色的環境 對於以後的前景 眾士一家都很有信心 繼續經營下去 前景都是維修一下 一些東西 做得更漂亮的地方 乾淨的地方 看完這麼多美麗的食物 有些土建的咕嚕 應該是我先做的 你是美麗的熟女 工室儀態也有 讓我來 很餓 說回來 其實經營了這麼多年 都壓立不到 應該有它的生存之道 對 香港裡面法日千里 他們經營了這麼久 除了可以見證到地區變化之外 還可以保留了一定的傳統 實在是非常難得可貴 沒錯了 大家稍後回來 我們會有一位樂壇前輩 跟我們聊聊天 稍後見 歌聲發片不驗 響於半個世紀 不一音大陸歌壇 可以說是一個傳奇 待會回來 他為你內心補白 我可以保證 他以後不會再騷擾你 如果他入醉 他根本沒可能需要我 那你真的一點都不擔心的嗎 麻煩你多擔心 他會有關自己的 我發聲問 為何還沒什麼 那隻知法 我以為 一號獲得第五項 今晚九點三 你這麼煩呀 白頭髮 你又煩 查了什麼呀 學我啦 所以美元發彩 逐漸變黑又行 即刻變黑細亦行 行 美元發彩 沒得彈 歷卡佛 現已在時代廣場開網 歷卡佛 譚小環 選擇自主 選擇被愛 選擇從這一刻開始 譚小環服裝EP自主 隨意附送VCD 現已上市 BMG選擇與你開始 訓練 我有自己獨特的一套 高強度的訓練 需要建立保 因為電血質和蜂蜜 能讓缺水疲勞的身體得到補充 雖然今天不用分工 但是我還倒起來 我和陳家強都沒有去抵氣 我們參加了中心的活動 幫老人家打掃家 幫到人家是很開心 其實 弱智人士 和我們不是有很大的分別 了解多些 令他們更易投入社會 接納等於支持 助他們開展人生意義 他一直以為 緝難罪犯 是自己的最大挑戰 但是 深入這個神秘世界 搜捕殺人而兇 他真正的敵人 竟然是 內心感情的執迷 今晚九點半 明珠台 邊緣 旅干探 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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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有很多壓力 我自己最喜歡打球做運動 一來就可以保持健康 二來可以出一身行 將滿氣全燒 非常有效 這就是動的一面 我比較靜的 我喜歡聽音樂 你也靜的 有時候懷舊音樂 好像明月照相思 我有一段情 明珠 你是吳吳吳吳吳大姐的 之音人 我一齊看看 早前四大天后 吳吳吳 靖平 劉韻 和崔平 一起開了個懷舊金曲演唱會 反映空前熱烈 還掀起一片 撲飛熱潮 而他們當中最老資格的 就是吳吳吳姐姐 她雖然已經74歲 但看上去 就一點都不像 難道她有什麼特別的養顏鼻芳 如果呢 可能呢 我像我媽媽 我媽媽皮膚好好的 喔 喔 要你 雙音妖良 五十年 雙音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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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寧歌人 四五十年代 哄激一時 經典金曲包括有我有一段情 我想望你等 她獨特重鼻音唱腔 亦都說她贏得鼻音歌後的美語 可惜後來 因為文革關係 不大姐被迫喊出歌彈 84年移居美國 欣欣處處 你當初怎樣去 最初是怎樣出道的呢 在歌場裡 我 我好 我好 真是 柯皮膚好強的 因為我媽媽爹地 她不讓我唱歌 哈哈 我記得在學校 呃 畢業的時候 中學畢業 那我又考英圈了 嗯 我媽媽不讓人 嗯 是 是 是 我媽媽她是醫生來的 她和我報名是考醫我的 是 是 是 我喜歡的 我很怕這些事 我看到這個 我怕你 知道嗎 所以嘛 我一定不考 不考呢 媽媽說 那你不考怎樣 我說我做事咯 所以我去教小學生 等於 到了學校中兩年以後 我看到報商電台 對呀 她 她 考考了嘛 我報名 報名 報名以後呢 透視 入趣 在這裡 原大姐 瞞著父親 偷偷地錄了一場片 但是子始終都是包不住火的 當她想向父親交代一切的時候 就發生了一件趣事咯 跟她一說咯 她說她 唱歌 冠主 咯 她叫什麼名字啊 那我 我媽媽告訴你 她叫吳欣欣 咯 她說我要她 獲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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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獄 但是原來這一個特別唱歌並不是她登的咯 這個是我以前是 是 好像 初初唱歌時 我自己不懂 那我就 時間這麼唱咯 那好像 這個發音不會 不在到頭 頭唱咯 所以呢 聽上去好像比 多些 所以我是 五七 不是 以後 我再去音樂學院 再請老師教 然後 拍發音到 頭唱 這樣 那現在 你的音域 會不會反而比以前更闊了呢 闊了 七七歌壇已經有五十年 但這真的可以說是一部樂壇的活字典 哈 我不知道以前錄音 和現在錄音又有什麼分別的 現在錄音呢 我覺得很方便 那 藝術也很容易的 你創錯了以後 聽了以後 這個字不適合我 今天這個字 可以改 這句不適合我 我也不可以的 你錯了以後 誰錯了 由後來過 雖然曾經淡出歌壇 但是吳大姐仍然有教學生唱歌 所以把聲仍然貼得這麼美的 難怪早前的演唱會 她應付至於啦 畢竟都是第一次在紅館開演唱會 會不會很大壓力很辛苦呢 很辛苦 我覺得沒有幾首歌而已 每個音都唱九首 我們每個音都唱九首歌 連兩首下唱都十一首歌 如果我歌影演唱會 我唱得比較一半都不像 到那邊不像港首歌 活躍 壓力呢 唱下歌了,真的很開心 怎會有這個事情 我都很奇怪 既然演唱會這麼受歡迎 不知道吳大姐有沒有想過推出全新的唱片呢? 我覺得如果有這樣的機會呢 我都...我都... 如意 但我要看看 去唱一下 好不好聽 好聽呢 我就錄咯 如果不好聽呢 我就告訴她 我...我不懂創你的歌 我真的想過會退休呢? 在短期內 我想... 短期啊 都不會退出 我想不會 因為我覺得 我始終都很喜歡唱歌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自己認為 我如果我發聲 好像不變的話 可以唱的話 不可以怎麼唱 有人告訴我 有些觀眾呢 說他們呢 都是滿自己的歲數的 她說 連音音呢 她說今天不知道七十五歲 她說 他們可能都是... 說我呢 又八十歲 哇 我一聽就聽到了 哇 我八十歲 我還可以唱歌的話呢 我一定可以唱歌 不變唱會 正所謂做到老 學到老 吳大姐啊 不單止不會退休 遲些還會舉行循迴演唱會 那在這裏就預祝她演唱會成功啦 那在這裏就預祝她演唱會成功啦 啊 啊 糟糕 那些樂壇前輩 吳大姐呢 超級的天后 啊 我們希望她快點 早點又唱歌給我來聽聽 是的 的確呢 要成功啊 要達成自己的理想 就要憑實力和努力 就好像吳大姐一樣了 這個實力呢 即將有一個頒獎典禮呢 就可以證明到一班演員的實力 他們自縮你的實力呢 早就已經被人認同了 謝謝 是的 金像獎一年一度呢又來了 頒獎典禮 看一下 一年一度的影韓城市香港電影金像獎又來了 今年呢就是第十六屆 累積了往年的經驗 今次一定會搞得更性大更出 1月23號大會首先舉行了一個記者招待會 向各界公布今次的投票方式 今年呢將會採用一人一票的形式 由各大電影專業團體 投票選出深目東各項獎項的候選名單 務求令到結果更公平和更專業 到2月25號大會定式公布候選名單 今年要頒獎的獎項有15個 競逐的候選單位高了79個 每一套候選的電影都水準其高 每一位有份參與的台前幕後工作人員都同量十足 到時一定有番龍爭虎鬥 而會出席當晚頒獎典禮的藝人呢 全部都是當今影壇舉足輕重的大人物 除了星光嗨嗨之外 當晚還有很多別開生面的新嘗試 今年金像獎很厲害 除了由無線電視傳播之外 我們真的下了很多心機 今年我們有市政務贊助 在文化中心 第二我們又會設計一個星光大道 即是近似荷里活的氣氛 另外我們會做一個電影金像獎的女神像 十隻高的 樹留在那裡 所以一切來說都是很… 很紅偉 紅偉 紅華 沒錯 由今晚開始 一連兩個星期 我們會為大家貼身追擊這個金像獎所有的資料 希望大家能夠全力支持香港的電影 留意留意 各獎項究竟花學誰家 兩個禮拜之後才有分料 我們一定全力支持 我們支持金像獎 大家就支持我們城市追擊 怎樣支持呢 記得有什麼好料猛料 就記得打來 17233滅東 全身地2358 3233 今晚時間差不多了 明天上班了 今晚城市追擊再見 拜拜 全球猛料 貼身追擊 古埃及留著一種擁有神秘力量的占卜工具 塔羅牌 傳說它不單止可以預知未來 更加可以控制人的思想 有些人把這個牌當朋友一樣 好像有生命一樣 沒事跟他講講話等等 幾千年後的今天 塔羅牌瘋魔台灣 甚至有女學生為她跳來自殺 只是大家在懷疑中的女學生是玩這個才死掉的 就是自殺的 我們遠赴台灣 為你揭開這個死亡牌局的燈面目 塔羅牌殺人事件 丈夫雙手生殘 妻子雙手 但他們兩個人一條生命堆 眾人歧視眼光 共同生活 人生路上 他們互相鼓勵 自力更生 養夫成為一位書法家 妻子成為專業人士 面對運作 他們互相扶持 兩夫婦共用一隻手 合力擔起一頭家 照顧懸待 一對雙殘夫婦 永不然氣的勵志故事 城市追 遠赴上海直擊報道 一對夫妻一隻手 她坦空奴被接群冰封 挑戰零牙氣溫個半鐘 北京冰雪奇人立獵士 展示內功與寒的精彩一幕 城市追擊 本星期強陣出擊 一黃瓶第五輯 即將贏 貓屎家族 重要成員 重錘出擊 學生王子營最魅力 嚴鎮以待 危險情人 少女藏刀 自己偷襲 兩大美女龐敲側擊 強大陣容 力增千萬大獎 走開 City Bank突約 公益開心果 今晚十點九 請緊握扶手 這裡有比七級地震 更地凍山搖的驚世震撼 比落湯雞更慘情的濕身酷刑 比離心機更裸命的無敵飛環 康泰晚晚 反斗遊樂場 星期四晚十點九 想五分鐘即食夠好味 又怎知道梨梨去去了幾味啊 最好是吃龍寶鑊仔Pizza 燒熱隻鑊 只需加水三根 這樣改焗一下 正宗Pizza味味 五分鐘就吃到龍寶鑊仔Pizza 阿女啊 女仔有口氣 沒有男仔喜歡的 所以要繁合和每餐之間 召陸煎 全部奉不千年薄荷 讓你口氣清新自然 記得自我戰啦 哈哈 東港城四十幾萬匹的商場 是消閒購物新天地 生活更添之彩 月薪八千元 I am angry 一小聲 一不了解 二分寒 仍仍有 四肚 瑞士香草 喂 吃一拖元蠻好果 瑞士利口樂香草醬皮豬 Wo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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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o Kit43 每分鐘都感覺到 那麼細心的關懷 T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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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el Lashy, Feeling Good Living Small 每分鐘都在這裡享受這麼多之多彩的人生 Feeling Good, Feeling Good 新鴻基地產東廣城,是你優先的選擇 屋企同銀社的長者,特別是獨居老人家 都很需要你的關心和支持 多一分關懷和照顧 會為他們帶來更多的溫暖和希望 如有長者需要援助 請致電社會福利注意線 2343-2255 或聯絡附近的家庭服務中心 根據廣播事務管理局所頒布的守則 每日下午4點到晚上8點30分內 不得播映兒童不收睇的電視節目 8點30分以後 這個限制會逐步放寬 所播出的節目 可能含有些不適合兒童收睇的內容 家長應該幫他們的子女 選擇對他們看的節目 任何有關電視節目的投訴 請打廣播事務管理局熱線電話 1995年 他決定發個夢 在夢裏面 有所有經典的劇情 刺激的賽車場面 英雄救美的浪漫 恐怖詭異的情殺 手足情深的藍兒淚 若果這只是一場異夢 為何又會反盡所有愛情電影經典呢 各位 房屋師王昇華的太太 剛剛向傳媒發出一封信 回應有人不滿意房屋師 在危機樓甲方面的處理手法 表示要向她下毒 王昇華太太在信中指出 房屋問題難以處理 沒有人明白到王昇華的壓力 他表示寫這些信 並不是要博取人的同情 只是反映一些公務員的生活 並不是想像中的遊閒 香港電台今天起 開始第一條全普通話廣播的頻道 這條頻道每天廣播十二個小時 提供新聞資訊和娛樂節目 市民也可以在國際電腦網絡上面 收聽他們的廣播 文行廣播師周德希 否認港府設立這個頻道 是和政治因素有關 他說是為了幫助大陸新移民 更加容易融入本港社會 普通話頻道啟播之後 是會和中國內地各省市的電台合作 廣東省重花市 繼續有幼稚園學生懷疑食物中毒 目前入院的人數有超過100人 小衛生部門已經確定 他們是患上了痢疾 但染病的原因就還未明 百多個小孩是由28號開始 因為不同程度的發燒、肚痛和肚捨而入醫院 到目前為止 所有兒童的情況都穩定 下一節的新聞會在10點21分 有誰 可惡 有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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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